引述菲律宾警方报导 是在南部的巴西兰省伊沙贝拉市 十个武装分子星期日四晚 闯入一间卡拉OK吧 将45岁的女冬主和他19岁的女带走 押上一艘快艇 驶向马拉马维岛 当目已经派人去搜索 事件怀疑是武装组织 阿布莎耶夫所为 上个月初上海旅游客高华温 在马来西亚沙巴一个度假村被绑架 但我相信是马布莎耶夫组织所为 因此目前被囚禁在菲律宾的南部 到今个月初 再有一个中国籍的男子在沙巴被绑架 绑匪相信也都是来自菲律宾的南部